但是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蔣經國在手術台哀刀的次數 聽說是很恐怖的 蔣經國 他眼睛開過白內臟 胸部還放過那個什麼 心律調節系 因為腳好像是糖尿病 沒有結肢 他沒有結肢 當時候對蔣經國的病情的揣測 就是說他做輪椅已經結肢 尤其你知道他那個棺木有沒有 我們小時候不懂 他的棺木只有半截 我們說他是不是腳怎麼跑到哪去 因為那棺木是上下截 他可以翻起來的 所以那時候有很多傳言 但是蔣經國到最後都沒有結肢 但是他腳曾經有開刀 因為腳有感染 然後攝護線開刀 對 攝護線開刀 然後這些都是在蔣經國先生 大概77 78歲的時候 年紀這麼大了 進行這麼多的手術 他身是那個鞋子 因為他那個腳會腫 然後他們隨後也是發明一種方法 就是在後面把他開個開個口 讓他可以透氣 那晚年的時候 因為蔣經國跟那個 蔣方良的生病 好像在比賽 其實蔣經國過世的那一天 其實之前那個打零 就是蔣經國打了一個零 是叫他一個零是找那個王家華 是文官 另外一個零是找五官 就是找五官或者隨後 打那個零 本來是叫他隨後到榮總去先前 因為蔣方良送進去了 那蔣經國他就要陪著他 所以沒想到 後來蔣經國自己也不行了 那他們兩夫妻其實到晚年的時候 本來是蔣經國還可以的話 蔣方良就躺在那 晚上他們 因為後來搭建了一個書房 讓蔣經國在那邊 讓蔣方良在原先的臥室 蔣經國就跟他這樣kiss 兩邊兩夾這樣kiss 後來等到蔣經國不行了 他就全身就很胖嘟嘟的 他手就這樣很短 就像每天晚上這樣睡覺的時候 變成蔣方良跑來他房間這樣跟他kiss 所以夫妻的那個感情很深 最後沒想到是蔣方良先送蔣經國走 然後後面就是一個一個 那個白髮人送黑髮人 他幾個兒子也是走 所以有人就說 從那個大直的七海關底 一直到榮總 那是對蔣方良講是最遙遠的紀律 但是也是最傷心的一段里程這樣 不過在看那個政府總統元首 除了台灣以外 其實國外的也都是一樣 國外的政府元首 不管是開刀也好 或是患了什麼毛病也好 幾乎對於在白宮的發言人 或是他們總統府的發言人 全部都是輕描淡寫的過去 對啊 你包括蔣寧 我們剛才有講到蔣寧的事情也是一樣 蔣寧動過好多次的那種 冠狀動脈的什麼 心臟病的那一方面 已經動過好幾次 但是白宮的說法都不承認這些 我覺得蔣寧身體應該是不錯 否則他怎麼會描得那麼準 打到律師的屁股 然後讓自己的這個支持度上升那麼多 對不對 你知道前面打那個律師朋友的屁股 支持度真的是暴增 因為全美國想開槍打律師屁股的人太多了 因為他屁股對準中共 但是這些元首就是說 李登輝 陳水扁 馬英九 他們有沒有什麼養生的方法 其實他們這幾個人包括蔣經國都最不養生 其實蔣經國的所有的疾病都來自於他不忌口 他的這個糖尿病 不過當然也是他生不逢死 他在那個時代沒有這麼好的高血壓的藥 也沒有那麼好的糖尿病 這個糖尿病的藥都很少 如果那個時代他有也許他這樣子稍微揮霍一下 大家有藥物可以控制 當時候的藥物的效效 蔣經國完全不忌口的人 完全不忌口 你看他那個十一個民間友人 大部分都是金銀小吃的 為什麼 因為在家裡頭 其實蔣荒涼應該管他的飲食管得很嚴 但是家裡管太嚴了 他就出去外面吃 他常常出去有沒有 出去以後然後就看到路邊的攤販 或是路邊的有開什麼小吃店 他就要求人家說下 所以他的水戶都會怕說 我根本都還沒去檢查什麼的 結果你就下去死 他們有一個叫反謀害官 一般通稱就是要去試吃的 他們叫反謀害官 其實元首有安全顧慮 可是蔣經國到哪裡 你要叫他吃什麼小吃 隨乎都喊不住 我覺得做元首的人 恐怕很難自己養生 你說一般人用了養生的用品 人生那些東西他們有沒有 通通有 但是那些事情還抵不過他 像我有時候去看李總統 到現在 他有時候要吃飯前就跟我講說 等我一下 我想他等他一下 沒問題 等他一下 然後就到書房去 自己打針 然後那一回 施明德請他到家裡去吃飯 也是吃飯前 他就說有沒有一個地方給他方便 我就知道說這個總統要打針 趕快給他一個地方 他自己打 他打什麼針 糖尿病吧 胰島素 你說李登輝有 李登輝 我們前面就講說他從很年輕開始 就有輕微的糖尿病 他也胰島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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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知道自己要 他很知道控制 他知道要控制 對 你看這邊有一個 他吃飯前要打針 對 要打針 可是打完那針以後 我們都會不會比你 一杯一杯 他就一直看你 所以他就跟你們平常的時候 才先打一針 五四道的喝法 你知道嗎 什麼叫五四道的喝法 雙刀流 所以 就是 跟他喝酒沒有喝一種的 一定是兩種 你的頭前一定兩杯 看你是要紅酒威士忌 還是要米乳威士忌 反正就是雙刀流 他是打解酒針 還是打一島式 然後他就 所以一次擺兩種酒 這個叫雙刀流 雙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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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常見一個短見 對 你自己喝 自己都喝了 到現在為止還是 所以 這個 他的養生 雙刀流不是公本武藏床 雙刀流的意思 只不過是一個短見一個常見 那就是你的桌子前面 擺了兩杯酒 一杯大杯的 一杯小杯的 大杯的是紅酒 對不對 然後小杯的是威士忌 或是你大杯的也可以放啤酒 所以我本來想說 有沒有元首的總統 元首的養生方法 你介紹這個 這個怎麼講 先打一針 然後就拚了 這樣子 吳淑貞曾經在公開的場合 罵過陳水扁有沒有 他那時候在看 好像是參加一個成帳的一個 一個公益團體的一個 一個記者會 那時候台北市長 馬英九也有來 所以那時候 吳淑貞當著大家的面 看到馬英九 一直稱讚馬英九 說身材好 怎麼樣 然後罵自己的先生 說那個鮪魚肚什麼的 後來那個醫生有建議說 你馬英九 陳水扁是不是也要去運動一下 所以他在官邸裡面 就有一台跑步劑 那個時候他的寫真集也有照出來 然後就在那個時候 他也有一台可以照嗎 告訴你 其實陳水扁總統當時候 有一次我們就一起 跟媒體主管出去 那有一天就輪 大家是照輪的 就是每個媒體主管都有一餐 會坐在總統旁邊 那一天我坐在他旁邊 他跟我講說 我現在養活室做一次 你做幾個 我說總統你不可以這樣幹 我也知道你做100個 你現在要我說做幾個 我說我回去練 後來他跟我講說 他現在肚子平的 那我就問他說 你做養活室做你怎麼做 他這個高明的 他是做斜的 他不是平的做 他是從底下凹上來 那我就問他說 那不就是更難 你就很難 那個板子 有一種養活室做的板子是斜板 他躺著這樣上 躺著這樣上 難怪肚子平 後來我就提醒他說 我們這個年紀這個不太好 我先勸他搖幾桌做一半就好 不要做全部 因為這個東西對腰部的傷害 甚至於對心血管 你不需要給他這麼大的張力 因為這個很大 不過他不信 他就說沒關係 我就做得很好 那時候的陳水扁可以說是 那是04年之前 第一任的時候 那時候他可是身體也好 人也清爽 跟你講話什麼 所以其實有時候 看他今天這樣 有時候還是很懷念說 那個第一任的時候的陳水扁 其實還是滿符合大多數人對他 那看守所可以送一塊板子給他嗎 他今天應該要做 對不對 我們要呼籲陳總統 你恢復2004年 在家裡做的時候 那個仰臥其中的板子 你拿到監獄裡頭去 在看守所裡頭做 那個時候兩個人 一個在跑步嘛 對不對 那兩個人不是在旁邊陪嘛 然後一個一文一武嘛 那個時候就有傳 就是說那個時候他們就 陳水扁跑步的時候就會問 比如說他跑一跑以後 就會想到一個人就說 比如說是憲宏是軍方的人 他就會跑一跑問 那個你覺得憲宏怎麼樣 然後余連發這邊就會想說 他是憲宏的盡力是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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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跑一跑的時候 會忽然又冒出 那冬豪這個人怎麼樣 黃芳燕就會去想辦法去瞭解 東豪這個人的底氣又怎麼樣 所以那個時候買官賣官 還有說這兩個人一文一武 會干涉到人事 就是從那個時候就把他先出來了 難怪古人講了 朝中無人你莫作官 對不對 就要這樣子問你大一句 他要那句怎麼回答 那就影響大了 那當然 對不對 報告總統 東豪這個人 那是沒問題的 有口皆悲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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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魚我跟你講重點就是在這邊 但是他是一個新聞記者 對 小魚我跟你講 他如果說余連發或是黃芳燕 覺得這個人不怎麼樣的話 那黃芳燕那個陳總統大概就不會用 你知道嗎 但是如果說覺得這個人不錯的話 你說這個 東豪這個人很好怎麼樣 陳水扁心裡面就有一個例 用不用是另外一回事 但他心裡面就有一個例 不問怎麼樣是問多少錢 這個多少錢 這個多少錢 只要有政治 他就有意志力就會活過來 嗯 好 那如果 跑啊跑啊跑啊 那說 那馬西平呢 那這個人學識好 對 那這個人頭腦清楚 但是 那口才也很好 但是 但是 人家一句話讓你生 一句話讓你死對不對 這就是官場 好 謝謝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